川普在週四的疫情簡報會上 繼續使用中共病毒這一說法 川普說 如果中共早些報告疫情 可能不會蔓延到全球 川普說 中共隱瞞疫情讓世界付出巨大代價 川普還說 全世界都知道中共隱瞞疫情 對於中共報告 24小時內大陸沒有新增病例 川普暗示 中共在造假 川普還點名《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報道虛假消息 甚至附和中共輿論宣傳 為了反擊中共抹黑美軍 川普本週開始把導致疫情的病毒稱作中共病毒 而中共病毒這一名詞 已經迅速在媒體傳播開來 還有人發推文說 北京聲稱沒有新增中共病毒感染病例 這不符合事實 加拿大自由媒體文章說 那些對中共政府宣傳機器 卑躬屈膝的人太進步了 對性別 少數族裔 仇外等話題太敏感 對中共的要求唯唯諾諾 改變了他們的語言 他們甚至為這個病毒弄出一個愚蠢的匿名代號 遮人耳目 文章說 真正的病毒就是共產主義 新唐記者B心慈 張琦 綜合報導 坐下 好 振動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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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